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好 我们说 在基督徒来讲 我们就是要向耶稣基督学习 就校学基督 哪怕在社会上吧 也都是学某些英雄啊 模范啊 那是不言而喻的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是向强盗学习 不过大家不要误会 我这强盗是有个引号的 他曾经是强盗 但是他改变了 这是记载的圣经里面 非常动人的一段故事 但也有人对这不够理解 甚至误解 我想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分享 我个人在这段圣经里面的一个感受 而且要因此称颂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的大爱 以及耶稣基督的对人的救赎 以及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 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 《路加福音》第23章 23章 39节开始 就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 为救赎世界缘故被钉十字架 39节说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机窍他 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个就应声 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上帝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今天实在告诉你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就是记载那么奇妙的一段圣经 而且呢 有意思的时候 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 他是受了希腊的教育 他很明白 做一个人要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样 做一个智慧的人 希腊人的知学智慧 做一个体魄强健的人 做一个完人 至少这是 希腊人所想追求的目标 但事实上 这世界有的是软弱的人 败坏的人 甚至于是罪大恶劫的人 以及世界上云云众生 平平凡凡 平凡也没有什么不好 甚至于是永永禄禄 甚至于混混和和的度一生的人 但在路加记载耶稣基督事迹 而且特别突出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子的时候 居然记载了耶稣在受难的时候 还拯救了一个人 这圣经就说到 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犯人 很可能是强盗 至少是被当时认为是罪大恶劫的 该猝死的 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 还知道 彼拉多本来 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但是犹太人一直要挟他 说要把耶稣定十字架 定十字架 出于嫉妒仇恨 但是呢 彼拉多后来就 想用另外一个办法 他用了很多的办法 对不对 他说按照惯例在预计前 我会释放一个人 大赦一个人 就把一个可以说 说不定是满脸横肉 把粗眉大眼 甚至于完全有暴力之气的一个人 推到犹太人面前 这是一个巴拉巴 是一个著名的强盗 但谁知道 当彼拉多说 你们要我放耶稣呢 还是放巴拉巴 他们说巴拉巴 那么彼拉多说 那么怎么样对待耶稣呢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真是非常可怕 那么这两个犯人 是不是巴拉巴的同伙 我不敢讲 对不对 但至少是被处死的 而其中有一个犯人 我就称他做强盗 因为从杀人抵命 就计较耶稣 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基督 按照希腊文Christos 就是受高者 是个君王的意思 按照希腊文 就是米赛亚 意思就是说 你自称是君王 是米赛亚 你怎么样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但是另外一个 很可能是他同伙 甚至很熟悉 刚刚说话的这个 他就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上帝吗 等等 刚刚我已经读过这个圣经 那么我今天的题目就是 向强盗学习 我这强盗有个引号 不是指说第一个强盗 而是指说第二个强盗 我就姑且称他强盗吧 第二个死刑的犯人 我们要向他学习 我自己要向他学习 学什么呢 学什么呢 第一 学他的认罪 认罪 很清楚的 他讲 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 相称 人最可怕的就是说 不认识自己 但认识自己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一个 罪恶的生涯当中 过惯的人 是很难认识自己 很难看到自己 更加不要说 看清自己的面目的 保罗也讲 有些人 他的良心已经被热铁 烙灌了那样 已经好像麻木了 没有什么 感觉了 认识自己 其实是 第一门功课 甚至重要的功课 而这个犯人 他说 我们所受的 今天我们判处死刑 在当时就定十字架 怎么样 这里说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我们如果打开圣经 创世纪 人类的始祖 亚当夏娃 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吃了这个禁果 第一就是害怕 第二就是逃躲 躲到森林里面去 第三 掩盖自己 用无花果树的叶子 遮羞 因为发现自己 上帝的荣光 消失了 测身露体 非但是寒冷 更加是内心的一种 用正战 羞耻 但是当上帝查问的时候 人第四个就是推诿 亚当推夏娃 他说 你为我造的女人 叫我吃的 问到夏娃的时候 夏娃说 是你所造的蛇 引诱我吃的 总之就推诿 最后就推到上帝身上 犯人的第五个心理 就是什么呢 说量刑太重 亚当夏娃的大儿子 该隐 杀了比他有意义的 更好的兄弟亚伯 也是出于嫉妒 仇恨 然后到凶杀 上帝 在他做这事情之前 已经提醒他 警告他 甚至于他杀了他兄弟以后 上帝还启发他认罪 但是他 我岂是看管 我兄弟的呢 他管我什么事啊 我怎么知道他 上帝就说 你兄弟的血 这当然是象征的 有哀告的声音 我听见了 好了 上帝后来只是 给他做个记号 发他离开家园 但他讲的话 是说 我的刑罚太重 他没有感觉到 杀害兄弟的罪 是何等的重 杀人以绝重罪 杀害 自己的手足 是更重的 他不讲 他说 刑罚太重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认罪不是容易的 一个罪人心里 就在几千年前 打开圣经的第一卷 就很清楚地描述了 但是 这个跟耶稣基督 一起在十架上的 右边的这个强盗 他就说 我们今天所受的 是与我们所做的 相称 罪有因的 罪有因的 认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向他学习认罪 其实我们都是罪人 尽管我们不犯杀人的罪 我们有过嫉妒吗 有过仇恨吗 还有过 种种的 见不得人的 心思意念吗 或者讲过 多少侮辱人的话 等等吗 更加不要说 做过那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在人面前 可能 堂堂君子 甚至一表人才 甚至于 人家认为我们是 得高望重 或者是 其实是道末黯然 世界上多的是这样的人 哪怕不是这样吧 对吧 我们在人面前 至少怎么样 如果 你说有罪 有什么罪啊 今天国家也没找到我 公安局 派出所也没找到我 我有什么罪啊 但是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何况今天 就是官员在监狱里面的 或者是 因着 杀人放火 偷窃 奸淫 等等 被判刑的 已经是 很多很多 而且这个犯罪力 世界各国 似乎 有真无解 但是 哪怕我们没有 外表的 这种犯罪的行为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都是罪人 按照圣经的标准 我们都是亏欠了 上帝荣耀的 我们都是违背上帝律法的 不要说 积极的 善事 我们不做 等等 所以第一 要向 右边的这个强盗 学习 认罪 忧伤痛悔的心 上帝并不轻看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圣经讲 上帝是公义的 是信实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 第一章第九节 这是学第一点 不容易学的 因为 你看 有的时候 你发现 小孩子做错的事情 父母叫他认错 他有的时候 都墙头巴脑 不认 情愿 给父母 教训一顿 甚至于处罚一下 有的时候他还不认 有的是嘴巴认 心不认 无可奈何 被逮住了 这好表演认罪 这都不是的 真正的认罪 是什么呢 紧接着 要有悔改 悔改 那作为一个 双手双脚 被绑住 被钉在石架上的 强盗 还能够悔改什么呢 他能够所做的 就是怎么样 就是指着罪恶 一致罪恶 他说 你这个人 还不害怕 还不畏惧上帝吗 第一句是这样 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上帝吗 这怕 fear 也可以说敬畏 或者畏惧上帝吗 意思 死不悔改吗 有人说 不到黄河 心不死 他到了 死 还不悔改 但是 右面这一位 他的同伴 他唯一能做的悔改 就是用他生命的气息 最后的话语 来指着罪恶 来一致 这些计较上帝 这样子的声音 是的 每个人所能做的悔改 有的来到了生命的中了 有的 他生命的当中就改变了 对不对 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人物 一个税吏 过去 而且他是一个税吏长 很可能是蛮有权势的 替罗马收税的 说不定他也是 盘剥 勒索 不义 但是他一认识耶稣以后 他说 我怎么样 我恶炸了谁 我一定还他四倍 我要把一半人都分给穷人 是不是反映他过去是有很多做错的悔改 一度 逼迫基督教 逼迫基督徒的保罗 以前叫扫罗 悔改了 也悔改了 很多很多悔改的势力 但对这个人讲 他能够所做的 他做了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是要悔改认罪 或者认罪悔改 真正的认罪 不是为罪的后果 是为罪的本身 为罪的后果 不是真正的一种认罪跟悔改 悔改 是 源于心 表现在外面 或者叫做 言语 或者叫做行为 的改变 所以我们第二点 要学的 就是学他悔改 第三呢 学他的信心 信心 他在 可能跟耶稣一起受神 也可能跟耶稣一起背着释迦 看见 所有的群众对耶稣的爱戴 那些妇女的哀哭 以及耶稣曾经抱过的 医治过的孩子 对耶稣无限的 一种表示 依依不舍的感觉 以及耶稣的人识 忍耐 等等 他 可能 以前听过 有救助要来 所以 他相信 他所看到的 尤其在他的伙伴当中 可能都是 社会上的杂志 或者是很快的人 今天居然 有这样一位 跟他在一起 度过那生命的最后的 几十小时 或者一两天 他真感觉到 救助已经来了 说不定 我这是推测 说不定他以前也丰文一点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的救助 也正是当时的犹太人 所希望的那一位来到了 这样的信心不容易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耶稣石架上挂的牌子 或者今天处死刑的 从一般人 只是看他怎么样 看他只是一个死刑犯人而已 命在 不要说单喜 就在 片刻 就没命了 但是他相信这一位 但更 更加伟大的信心 是他相信 耶稣基督是将来天国的君王 对吧 下面他说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什么你德国降临啊 如果从人的角度看 耶稣挂在石架上 遍体鳞伤 血流 涓涓而下 什么德国降临啊 身上 不要说黄袍 连那普通衣服都被扒了 只 一个 快布遮住的下体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这个是何等何等的信心啊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他相信 耶稣基督是将来天国的君王 他相信 今天罗马 滥用他的权威 甚至于比拉多 明明查不出罪 但是受了 所谓 犹太百姓的要挟 也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等等等等 居然猝死耶稣 我不说过吗 地上开除的 天上接纳 人间被除名的 生命车上有名字 何况 这位被钉死十字架的耶稣 就是要来的君王 基督 耶稣必定要再来 当他抚灵的时候 耶稣在审判官面前说 你必看见 人子架着天上的云和千千万万的天使降临 你平时相信容易 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大家都脱了衣服扑在地上 大家都高喊 何塞乃归于大卫的子孙 大卫就是犹大最尊重的王 忠心王 大卫的子孙荣耀归于他 这样是容易啊 但到了今天 被举在十字架上 可以说 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 能够承认到耶稣基督 是要回来的 要降临的 而且是君王 这种是不得了的信心 学什么 学十字架旁边 这个悔改的强盗 认罪的强盗 他的信心 相信耶稣第一次降生在世界 就是为了救赎我们 为我们牺牲 以他的死 废除我们的死亡 以他的死 打开乐园的门库 相信他 必定会再来 哈利路亚 这样的信心 我要学习 第四呢 要学习高举和见证主 高举和见证主 他怎么讲 他说 只是这个人 就指着耶稣说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说不定他跟耶稣 一起在审判厅 是不是啊 当大祭司的仆人 打耶稣耳挂子的时候 耶稣就说 我如果有错 你可以指出我的错来 我如果没有错 你为什么打我 哑雀无声 一片洗劲 没有能够指出 他说不定也听见 比拉多当众宣布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他高举耶稣基督 只是他没有做过 一件不好的事情 说不定他也回忆起 在他过去罪过生涯的时候 偶尔也听闻 耶稣怎么样医治病人 耶稣怎么样帮助那些孤苦的人 耶稣怎么同情那些受欺压的人 耶稣怎么安慰那些心灵破碎的人 他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我知道有些人就说 圣经记载这个 是不是我也可以 我现在不要信耶稣 我现在也不用认罪悔改 我现在照吃照喝 我行我素 到了临死的时候 我说我要接受耶稣了 我也可以带永生啊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误解 我们要学习 十字架右边的强盗 他用了他生命的最后的气息 来见证 来高举主耶稣基督 我们 如果我们有手有脚 如果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瞎 如果我的喉咙还没有讲话 我们应该要见证 高举主耶稣 在你 在你 在我身上 他怎么 接纳我这个罪人 他怎么赦免我的罪 他怎么 因着我的相信 接受 以至于 称呼我们 是他的儿女 我们应当这样 真的应当这样 要见证 和高举主耶稣 还有呢 我们学习 就十字架右边的强盗 求告主明 圣经讲 凡求告主明的 就逼得救 凡求告主明的 就逼得救 中国固然也讲 人穷忽天 人到了没办法的时候 就呼天 甚至于他天也不认识 但是这位 强盗 他说 主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他非但是求告主明 而且他是 非常的谦卑 非常的顺服 他可能想 我一生犯罪作恶 还有资格还配 做天国的公民吗 连在地上 的公民都被剥夺了 天上的 天国能够接受我吗 求你纪念我 所以他是求了 他有这个愿望 他有这个 可想 但是他只说 求你纪念我 他没有抢求 很谦卑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祈求 我们求什么 耶稣说 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个强盗就是 先求他的国 主的义也 嫁给他 各位朋友 你东跑西跑 求这个 求那个 或者求神 拜佛 或者是求 求求求 求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哪怕是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真的 先求上帝的国 和上帝的义呢 而且当我们求的时候 我们是抢求呢 还是坚持自己的意思呢 还是 就像耶稣留下的终极 他说 父啊 如果可行 求你把这苦碑撤去 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 就要照你的意思 我体会 这个 释迦右边的强盗也说 主啊 求你纪念我 如果可以的话 收纳我 成为天国的公民 哈利路亚 耶稣当时就 答应他 我已经讲过了 按照希腊文 这个今日 是一个副词 就像我们英文 advum 可以放前也可以放后 如果 按照我们现在 这个所读的普通 这个和合本呢 就说 我今日要同你在乐园里面 是可以这样翻译 但是另外一个翻译呢 我今日告诉你 我要同你在乐园里面 哪一个翻译对呢 后面的对 因为当天 耶稣还没有升天 耶稣自己都没有升天 怎么这个强盗可能 跟他在乐园里面 何况 灵魂不死的道理 在圣经里面是站不住脚的 到了复活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星期天 今天讲星期天的早上 玛达拉 玛利亚他的门徒 要抱耶稣 看见耶稣父 想跪拜他 抱着他的脚的时候 耶稣说 不要摸我 我还没有升天 见我的父 所以我就想 很简单在这里说 耶稣当时 为了怕他恐惧战惊 我想撒旦一定也试探他 撒旦一定也说 算了吧 你这个人还有资格 连在地上都要被处死 天上还会接纳你吗 算了吧 耶稣不会要你 上帝不会爱你 耶稣基督怕他一个 正在那个心灵 受不住 耶稣就说 今天我就告诉你 我将会同你在乐园里面 你将会是得救的 圣经讲 上帝的宝座高高在天 但是也与心灵痛悔的人统居 上帝并不轻看 一个忧伤痛悔的心 我们的主耶稣太奇妙了 他来到世界上 愿意拯救每一个人 不管你过去如何 只要我们认罪悔改 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 只要我们能够 见证高举他 只要我们求告他的名 救必得救 所以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有些人误会说 哎呀 那救很容易的 我死之前说 耶稣我信你了 没有这么简单 一个人汽车 开得很快很快 超速 甚至于加速 甚至于违规 你说他要停就能停得住吗 停不住 要想掉头吗 更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 彰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我们不要拒绝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悔改 尽管不容易 撒旦也会威胁我们 控告我们 要挟我们 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的天父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个人承认 更加有意思的就是说 你查遍圣经 只有这一个人 是在他还有生之日 还有口气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得救保证了 是 而且这个保证是 不是牧师讲 不是任何其他人讲 是耶稣基督 亲口应许的 没有其他的例子 你就连 就约那个与上帝同情 三百年的以诺吧 圣经也是这样 他未尝死位之前 就被截去 他截去之前 已经得了上帝 喜悦他的名证 心里有着感受 他也不晓得他会被截去 但是唯有 以诺是没有尝过死位的 唯有 这个 实际上右边的强盗 他过不久也死了 但在他生前 已经有耶稣基督 对他亲口的保证 这是没有例外的 唯一的 赞美主 感谢主 我想 这既鼓励了很多 或者一生犯罪 但是最后 还是悔悟了 不要灰心 主见了你 或者有些人是病重垂危 到了临死之前 刚刚有机会 听见福音 或者有人为他祷告 他的心灵感动 或者圣灵在他心中工作 不要担心 你不要讲 我五十几年 六十几年 七十几年 我都没有信耶稣 就在我最后的一山 我信耶稣 有用吗 耶稣说可以 你来救我 我必定不劈气你 感谢赞美主 好了 第二点 我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 今天我们说信仰信仰 我们是有宗教信仰 我是信耶稣基督的 世界上有 二十亿人都信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要 值得省察一下 我们的信仰如何 而这个 十字架旁边的信仰 他的信仰是什么呢 第一 他不受 大众负面的影响 你知道 三个十字架挂着之后 当时经过人 看热闹的也有 好奇的也有 更多的是 计较的 对不对 哎呀 你这个是 救了人 不能救自己 你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相信你 而有许许多多的话 甚至于耶稣 大声呼喊 上帝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有人说 哎呀 他叫以利亚了 看以利亚来不来 都有 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个十字架 右边的强盗 他不受 大众的 负面的影响 在英文就 peer pressure 所有周围的人 有的人信仰 只随大流 哎呀 很多人信这个 很多人造 这个礼拜堂 这个庙宇 这个等等 随大流 这随大流的信仰 可能是没有基础 根本也不认识 那另外有主随大流 哎呀 现在是无神 谁相信啊 现在是进化 谁相信啊 现在等等 随另外的大流 负面的影响 可能这个影响 更坏 当然前面影响 也不见得 真正的有价值 英作人家相信 我也相信 因为这个地方 人去得多 我也问过去 第一 他是不受大众 负面的一个影响 在当时对他来讲 是负面 第二 他不求从 十字架上下来 很多人所要求 只是怎么 眼前的 看得见的 摸得做的 彼此肩下面 一点点的利益 而且是 往往是物质的利益 但这个 他不求说 耶稣啊 正像 他的同伴说 你下来吧 你救自己 也救我们吧 我们就当作 都是被处死的 那么一起救了 他不求 他不求 各位朋友 如果你要信耶稣 你到底求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已经信耶稣 信了很多很多年了 你到底求了什么 如果我们的祈求 所有祈求的都是物质的 自己的 眼前的 真的很可怜 不等于说上帝 一概不允 或者我们物质的不能求 今天也不能求 但如果我们的 祈求的只是这些的话 我们祈求的只是说 逢凶化解 祈求的只是说 不要遇到生病 不要遇到灾难 最好等等 这实在是不够的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个实在强盗 祂不求说 耶稣啊 我现在相信祢 那么你就把我救下来吧 不 这是祂的信仰 第三 更加挑战我们信仰 更加启发我们的是说 在耶稣最受屈辱的时候 相信祂 在这世界上 有些国家是被称为 某某宗教是它的国教 对不对 在西方 我就听说 我在洛杉矶步道的时候 牧师就说 有些教会最近 拥了很多人 都是要去查查经案 都是来做两次礼拜 好了 就提出 好了我要受尽了 受尽以后呢 他第一个人要的就 给我这样 受尽证书 他说不定 掉头 就拿了证书到移民局去 你看 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有 解放前 有些人只是叫做什么 叫做Rice Christian 就是为了吃饭而来的 做基督徒 而在西方就吃面包而来的基督徒 历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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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信了耶稣以后 满体面的 满光彩的 人家对我的信任也会多加一份的 但是 这个石架 旁边的强盗 右边的强盗 是在耶稣最受屈辱的时候 他相信他 他接受他 这样的信仰是宝贵的 是难为的 难得的 我常常讲 几十年前 我们中国的基督徒 以试炼为主 我们知道 在过往几十年前 你要信耶稣 你要加入教会 你要传到 那个是 不可取的 甚至于蛮可怕的 甚至于 会连累到你的 自由 或者生命 那个时候试探 是其次的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没好处的 但今天 我常常提醒 弟兄姐妹 提醒我们的传道同工说 今天是试探为主 物质生活 变化了 环境 欢松了 信仰自由政策 逐步的落实了 有些人涌到教会 很好 有些人真诚的 我过去没有机会 今天我有机会 听见福音 但是在这时候 也有良悠不起 其中有些 难免也还是有投机的 难免还是有那些 怎么样 为了撕利而来的 而这一位是在耶稣最受屈辱 被人非得踩在地上 被人钉在石架上 被人辱骂的 他相信他 哈利路亚 第四 他的信仰是谦卑仰望 祈求获得纪念 这在我上面已经讲过了 他不是抢求 他还是很谦卑 求你纪念我 纪念我 我想我们的信仰 也必须要这样 有的人觉得 我去了礼拜堂 我付了十分之一 我守着安息 我这样不吃那样不做 上帝应当替我做这样 替我做那样 为我的家里办这样办那样 不 错了 尤其在永生的事情上 我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 都是上帝恩典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说 要向强盗 不是指左边那个 是右边那个 他过去强盗 一生犯罪做 但是他在临终之前 他认罪悔改相信 而且见证主 高举主 也祈求主 求告主民 他的信仰 是实在 值得我们 不管 负面的 周围的影响压力多大 他能够 不顾这一切 他不求自己利益 他是在 信仰最受考验的时候 他接受主 他也不以为 我接受了主 我就一定要得救 得救是恩典 得救上帝赏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 但他有这个向往 有这个祈求 主耶稣怨纳他 天上的父怨纳他 那么 是不是就圣经这记载呢 我正好最近看到一个 香港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侃悟 号角报 他就讲 有一个人 他叫做姓陈的 陈根寿 下面就阿寿 他用了整整25年的时间 他从一个死囚变成一个重刑犯 从重刑犯 再到出监狱 然后非但跟上帝和好 他也跟人和好 我想用剩下时间 讲着真实的见证也很好的 他小的时候 这个阿寿也是回教会的 但是他的身心很刚烈 16岁时候就练了一身好的武功 为了九个弟弟妹妹 尊敬为大哥 可是知者千里必有一事 为了所谓的江湖意气 出人头地 他怎么样 最后 在一次犯案当中被出卖了 1979年被判处 终身监禁 被弟兄出卖 被他的儿女唾弃 他又痛苦又内疚 心里撞击得很厉害 结果有弟兄姐妹 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他 说尽了肺腑之言 却只有一句话 他说即使所有人离开你 上帝也不会放弃你 唤醒了他的消沉意志 当晚 这句话不断地在他的心头回响 他终于醒悟了 他三番四次的冒险 直到今天 虽然生命还保存 但就跪在地上 求上帝饶恕 以后 他像他讨价还这样 上帝 他说给我一本圣经 我读一年 如果我服了 我就相信你 不过 你要带我离开死囚 他开始还不大懂 一年以后 他行为改变了 也逐渐地减刑等等 但是 他出来以后 他的家里人 一死还不接受他 他用了很漫长的时间 接受他 最后 这个故事是很动人的 他出街的时候 他的黑帮又拿了一张 一千万的支票给他 他一想不对 他们又要脱我下 他拒绝了 他又看见 两个人 原来就是 很久都不愿意 见他的儿子 抱着他 接纳了他 今天 这位阿寿 也是在国内 很多的地方 做他的见证 上帝怎么样拯救他 也可以拯救 所有失诛 犯错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愿圣经的故事 以及今天的现实 都能够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愿上帝赐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